按照那個題目要求 主要第一個當然就是公式 要先建立12個名稱 以後 其實建立好名稱之後的好處 就是配合F3 就可以存取 我們要的這相關的資料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如果他的參數裡面只要一個 一筆他就抓 從一列的那個 內欄裡面的資料過來 但如果說像 另外剛剛那個什麼 Rank1Q這個 他裡面要的如果是 這個是要一個 所以他帶一個 就帶同一列的那個 那這個是要帶整個 他就把整個帶過來 雖然兩個 一樣但是裡面帶過來資料是不同的 OK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定義名稱來完成 好處就是 你以後不用按什麼 鎖那個 錢的符號 為什麼因為你要定義好之後的話 範圍就固定了 所以這個也是額外的好處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跟VBA搭配 那搭配起來其實就簡單許多 所以剛剛的公式 你會發現 然後 這個 應該都 可閱讀性 其實還蠻高的 如果跟你原來的那種做法比起來的話 那這種方法真的是 太 讓他感覺就是 這個友善程度其實相對 提高很多 不然的話 你們以前怎麼樣 就是 都用那種去抓那個範圍 那個範圍可能叫另外工作表 有沒有 另外工作表裡面就顯示出那個工作表名稱 然後 驚嘆號 哪個範圍到哪個範圍 那就一大串了 對不對 如果說你今天用一個名稱來的話 無論他是不是在同一個工作表 反正都是以名稱 當那個 我們取得資料的那個方式 第一名稱 所以特別注意 這種方法其實 還蠻推薦各位去使用的 那這樣好處就是 除了你自己 看 清楚之外 你以後給別人的話 別人看也是會 蠻容易理解 那以後如果說大家都這樣用的話 那你第一個你就去先去看名稱管理員 也許你可以先把 這個資料 你若不明白的 資料呢你可以先去找一下他的範圍在哪裡 然後呢我想再去看他的公式你會比較清楚 那最後呢我們希望怎麼樣 跟那個VBA搭配 像這幾個 五個欄位我希望怎麼樣可以做出兩個按鈕 按下計算就重做 按下清除就清空 OK 那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只是差別 今天講的是 用定義名稱 跟VBA做搭配 會不會更簡單呢 我剛剛講過 真的是簡單太多了 怎麼怎麼做 我先demo一下 這個是清空 這個是直接輸出 那 清楚我想前面寫過了 我們就是for I 等於第四列 到最下面列 然後呢分別把他的什麼D D到H欄 裡面清空 所以我的寫法是這樣 就是寫成什麼 嗯 就是第一個 先確定一下我的那個 檔案在哪一個 按右鍵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模組 在模組裡面呢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叫清除 OK 那清除裡面的話呢就寫什麼呢 for I 等於第四列 到 他的最下面列 對不對 OK應該沒問題吧 I跟Next 然後呢 Sales的D欄 所以你看 D E F G 到H 所以你就 先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D Sales I列的D欄 等於什麼呢 沒有東西 然後Enter 貼貼貼貼貼貼貼 然後再什麼 改 改改 改這個嘛 貼完之後再改嘛 一下就OK了 那這樣就全部清空了 但是呢 特別注意喔 這種清空的方法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效率比較差 而且它是一個一個出現 格慢慢清 但 因為像現在電腦是夠快了 如果你在比較慢的電腦上面 執行清除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有一點Lag 好像有一點慢動作的感覺 如果說你資料更大 那更慢 所以比較建議啦 如果說 你會寫這樣子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改寫成Range 這個Range 那還有印象嗎 前面我們寫蠻多喔 如果說我把它改寫 我先按右鍵 在工具列 上面這邊工具列按右鍵有個編輯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改成Range的話 通常我不會把程式刪掉 我會把它留下來 留下來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 你在前面加一個怎麼單引號 單引號 那問題你要加加的話要加一排 註解 再重寫 可是這個方法有點慢 教各位的方法比較快 按右鍵 工具列是按右鍵編輯 它會有個編輯工具列 裡面有個方法 就是你選好之後 你可以取消 有沒有你也可以 註解 有沒有 這樣比較快吧 取消 如果你還要恢復就是把它取消 使註解還原為程式 如果你要註解的話呢 就是再註解一下 這樣就 比較快 對不對 當然如果 像以前我們 真的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真的是一行一行慢慢註解 前面就加單引號 但是有這個東西之後 我當然我就直接用工具就好了 那 主要是說我不希望把原來的程式刪掉 我可以拿來做比對 那 如果用Range的話 寫的方法就是什麼 我告訴它範圍 那範圍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從 從 從哪個地方開始呢 這個範圍的話呢 就是 跟他講說 我的範圍呢 是從Range Range 顧名思義 就是一個範圍 範圍從哪邊 從D4開始 所以跟他講說 在D4開始 冒號就到哪一個 到H欄 的 最下面列 可是最下面列我現在不知道 或者可能會變動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後面的最下面列剛好可以拿這個拿來用 但記得喔 他不能直接 你要搬的話 第一個先把他的字串先結束 後面空一格 AND什麼呢 AND 就是這個東西 複製到後面去就可以 AND 然後呢把這個喔 最下面列 複製到這邊 那這個意思是說 D4到H 最下面 最下面 假設這個100的話 他會怎麼樣 遇到AND就自動變成 假設他是第100列的話 那遇到AND 他就會自動幫你加上 這個 雙引號 那他在跟前面這個 串在一起的話 那他們這個中間這邊就 就是消失了 然後就把 100串在他後面去就對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會動態 然後後刮符 補一下 點什麼呢 清除的話就是clear CL 那clear是包含那個格式 所以就清除全部啦 那我只要清除內容的話就是clear contents 特別是不要選錯了 先有個 同學選到這個 這是註解 清除註解 那不對 清除內容contents 這樣的話呢就是清除 這樣清除的方式 效率會比上面的 快非常的多喔 所以如果你是小量資料上面還OK 但大量資料呢 請務必把它改成用range來敘述 好那這樣的話呢清除 輸出喔 你會發現他如果清除的話是瞬間 就不見了 不會說一個一個一個慢慢清 那再來就計算 計算的話就是 把剛剛上面的清除啦 其實你可以 複製 其實我剛剛講複製貼過來啦 其實 把這個直接貼 把這個改名計算 這邊的話呢 就把它恢復好了 後面公式什麼 公式就是 直接拿這邊 Ctrl C Ctrl C之後怎麼樣 再Ctrl V就可以 那其實喔 總共有五藍嘛 你就貼貼貼貼貼貼 一個字都不用改喔 因為名稱 他貼上去 他每一個都一樣喔 所以我們這邊把全部做完了 貼完了 就是這樣貼喔 貼到哪裡貼到這裡面就OK了 那你想說 為什麼可以這樣貼喔 其實你可以 觀察一下 這個儲存格 你會發現這個儲存格跟下面的儲存格跟下面的儲存格 你去變動它的話 請注意看一下上面 上面這也會怎麼樣呢 請你會發現喔 怎麼點怎麼點 奇怪上面怎麼都長一模一樣 對不對 這就是 為什麼直接貼到那邊VBA就OK 因為 你只要丟那個公司過來 他就會按照用名稱的方式 就不需要去修改那個 I喔 如果你之前用的是什麼 比如說我剛剛 假如這個業績喔 你不是用業績你是點C4的話 但你這樣向下填滿也OK 可是喔如果你現在是C4的話 你就不能用 不能用貼的為什麼 因為C4 下一個變C5 下一個變C6 OK 如果你用名稱的話 就沒有這個困擾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名稱的話好處多多啦 因為你就改 所以剛剛那個地方的話 假如說你把它改成 用F3 假設你有定義好那個業績的那個欄位的話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 以後如果你要配合那個 名稱的話 記得就是 從選舉範圍建立嘛 頂端列就好 每一欄都全部定義好 這樣的話 搭配起來就簡單了 那什麼地方可以用 幾乎你現在所有工作 都能夠用喔 所以回去的話 我建議 你只要工作裡面啦 以前你的做法 不是用名稱 你就試試看用名稱 你會發現 你用過之後你就回不去了 OK 為什麼 定義名稱太好用了 OK 而且你以後呢 看名稱就知道 到底你做了什麼動作 因為 上面 就已經是 比較有意義的那種 公式 而不是 一個完全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的一個公式 好 那這樣的話呢 貼完之後 我們再增加兩個按鈕 就可以清除 輸出 結果就OK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一鍵要輸出 你完成報表 越來越簡單 為什麼 因為以後就 直接丟公式嘛 所以剛剛這個 最後做完的 結果 其實就是 D到H 所以呢 For I等於4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輸出的話呢 直接把公式丟到這邊 貼 D到H 完成 沒有多了 就這樣而已 他的好處就是 你會發現 感覺其實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程式基本上沒有很複雜 應該這些我想我們前面都講 過蠻多次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說真的VBA不用學太多 這個你一定要學會 OK 請各位試一下把那個 這個 那個VBA部分 把它補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嗎 也許 在我 另外 來 谢谢大家